Hello大家好,我是巴九 今天我們來聊聊 中國電動車俗稱的新能源車 是否能帶動中國內需拉抬 中國的通縮經濟 降低各地失業率 首先我們要知道 中國目前出現了產能過剩的問題 產能過剩來自於中國政府 對新能源車產業的補貼 恰恰就是這個補貼 不僅促成了企業大規模的擴張產能 導致市場供應過剩 這也造成了行業入門的門檻降低 變成只要有錢 誰都可以搞電動車的產業 我們還可以發現 中國各種品牌的電動車 出現了品質良又不齊 不是常常火燒車 就是自動感應系統出現的大問題 前幾天中國一家公司的董事長 去視察了新能源車 員工告訴他 我們這個房價功能沒問題 結果董事長的手就被假了 而中國的投資者跟中國政府 對於未來市場的預期過於樂觀 這都是造成產能過剩的原因 而產能過剩就會引發連鎖效益 第一個顯而易見的就是 低價競爭 一旦出現低價競爭 那就是惡性的內捲開始 我們可以發現 從去年開始就出現了 各大車牌低價惡性競爭的狀況 當時還有人稱讚 中國汽車怎麼可以這麼便宜呢? 但是放眼全局來看這是最後不得已的手段 或許很多台灣人不太明白什麼是內捲 舉例來說今天王滬寧想要成為武林第一高手 李強也想要成為武林至尊 但是他們倆武力相當 而李強在一個夜黑風高的夜晚拿到了葵花寶典 練個大半年最後才發現啊 必須自攻 那自攻之後又苦練了半年了 成為爵士高手東方不敗 同期的王滬寧在習近平的書房裡也翻到了辟邪劍法 練了許久發現這個劍法也是要自攻的 半年之後 李強跟王滬寧又在爭奪武林至尊地位了 沒想到自攻的兩人實力又相當了 誰也贏不了誰 最後李強說啊 我可以陪習近平洗澡 可以幫他脫澡 王滬寧加碼說我可以陪習近平睡 最後這兩人把自己做劍到非常掉價 卻還是無人賞識 而你們又給全廢了 這就是內捲 那說到價格定位 中國的電動車在國際品牌上的定位 始終沒有辦法成為高端的電動車 像是特斯拉那樣的地位 特斯拉將自己塑造成高科技高性能品牌 而中國品牌多數集中於中低端市場 中國始終仰賴傳統經銷模式 以及以正逼傷 說到特斯拉電池品質與安全度的部分 這可是遙遙領先與中國新能源車 相信大家打開推特會發現 中國媒體沒有報導的火燒車事件是非常多的 配合上述所說 中國雖然電動車銷售市場在歐美 並沒有非常的成功 但是也打響了在歐美的知名度 例如歐盟主席與歐美各國的領導聯合指出 中國產能過剩 利用各種補貼 有低價競爭 又過多的囤貨在歐洲的港口 自己的白手套跟自己在歐洲的白手套買 創造了良好的進出口海關數據 漫不掉的放到後頭再說 所以美國率先開打了第一槍 表示要對中國的市場開打反傾銷關稅措施 我們都知道現在只等的是民主黨 在關稅議題方面 在經濟議題方面 美國的民主黨是比較偏左派的 而如果連左派的都敢開打這個關稅戰 那你說相較更右派的共和黨 如果上台之後呢? 自從2024年8月1號 美國將徵收中國電動車100%的關稅 包含了離電池電動車徵收25% 鋁缸製造業也將擴大徵收25% 但是細細來看 會發現中國進口到美國的電動車 這個僅僅只有0.97% 連1%都不到 那是不是說制裁了100% 哪怕制裁1萬% 對中國並沒有任何影響對吧? 這個就是象裝無件意在佩工 美國率先開打的第一槍 不僅僅是做給旁邊的加拿大跟墨西哥看而已 為什麼會提到墨西哥呢? 如果中國透過墨西哥設廠或是找一個白手套 在進口到美國 最主要的還是什麼呢? 做給歐盟看 歐盟也在美國宣布了一個多月 並且與習近平在法國會晤之後 也做出了對中國徵收臨時性關稅 最高達到37.6% 富爾奇也宣布將對中國的電動車 加收至50%的關稅 而日韓也有相對應的措施 至於印尼呢? 他也宣布了 我要對中國的各項進口商品 客收最高200%的關稅 而這幾項措施又加大了中國電動車 在海外無法擴張的原因之一 起碼在中高端市場是無法擴張的 而這些都比不上中國特色 什麼是中國特色呢? 就是騙補貼 近一段廣告 影片到這裡 先來感謝本集的贊助商 Subshock VPN Subshock VPN可以確保網路使用的安全 讓你或是在外辦公不用擔心被駭客入侵 能解鎖區域限制的娛樂平台 讓你隨時隨地都有良好的觀音體驗 操作簡單 一鍵連線超過100個國家 全球3200個伺服器 走到哪都能暢快的使用啊 除此之外 你還可以隱藏你的IP位置 讓你在網路上的活動更加的隱匿 保護個人的隱私 只要一個VPN就可以輕易做到囉 這邊也推薦一下他們旗下的Subshock Alarm 如果你的電子郵件、地址以及信用卡卡號 甚至是個人身份證號出現在外洩的資料鋪中啊 你就會立刻收到警報通知 讓你迅速地採取行動保障自己 現在就使用我們的優惠碼 Farm TV 即可享有 兩年訂購方案再送4個月的免費使用 快透過下方的資訊欄來了解一下Subshock VPN吧 好,我們回歸正題 我們從習總宣布要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晶片產業來看 當時小粉紅甚至口嗨說即便徒手刻晶片 也要贏過台積電 在2021年、22年的中國 砸錢搞了晶片產業 結果破產了1萬多家晶片或是與其相關的公司 有沒有非常荒唐?1萬多家呢? 而中國政府當時對該產業也是有相當性的補貼喔 銀行也配合了黨中央的政策 放寬了很多利率以及貸款條件 而這1萬多家的晶片產業有許多公司老闆 捲款跑路去歐美享福了 你說晶片做出來了嗎? 有努力做過嗎?根本好像也沒有吧 設個空頭廠在那邊 日經騙一騙,走啦 根本無心創新 而這些大老闆裡面很多都是有入黨的 中共黨員或是中共黨員與其相關的 其實從中國近年來看到這個P2P事件就知道了 雖然歐美各國對中國的新能源車進行圍堵 但中國還是有它的方法讓目前的電動車產業 無至於在短期內大爛尾 還有俄國跟中亞國家可以給中國續命 泰國最近的市場受到了中國電動車很大的影響 而讓泰國人買單的就是它的價格 甚至威脅到了日本車在泰國的地位 而泰國總理在去年12月造訪日本的時候 像日本企業也提到的這一點 請擴大你們在泰國的電動車產業 否則你們在泰國的市場就會被中國取代啦 不管如何 中國製造的品質相近日本車來說 沒有這麼的穩定 但中國政府與相關企業也不是傻子 肯定會把品質比較好的車銷往國外 品質較差或是更次一點的就留在中國國內 一方面對外可以拉抬中國的品質形象高端 有品質低價 一方面又可以充當大外宣 去反駁發現在中國國內各種火超車事件的媒體以及人士 但是長期來看 中國還是因為政治不安全的問題 導致拉不起經濟下行的局面 中國的內需疲軟 甚至英國以及日本國內自己的內需比例 都比中國來得強勁 在疫情之後明顯可以發現 因為政治原因導致了自家人民 以及外資對中國的市場沒有了信心 各種道行逆施造成了通俗的壓力 上海作為中國經濟最繁榮的城市 我們卻發現了6月份上海社會消費品的零售總額 不管是吃的、喝的、用的、穿的、甚至燒的 什麼是燒的呢? 氣才有啊!天然氣啊! 全面下滑 而其中裡面吃的是減少幅度最少的 而減少幅度最大的是用的 那這可以得出什麼呢? 但凡你只要是個人 不管你多窮、社會經濟多差 你還是要消費買食物來吃對吧? 但是失業率大增、薪水減少 且民生用品又在漲價 跌的都是房子、車子 你本來就買不起的東西 那它們跌了你還是買不起 而你可能好不容易貸款去投資房子 它現在又給你跌了 損失慘重啊! 所以你在吃喝拉撒的方面就會開始消費降級 我們還可以發現裡面一個問題 餐飲行業屬於外食對吧? 就不屬於買回家自己煮來吃 而這個外食的餐廳也減少了6.5% 大家都消費降級、買東西回家自己吃了 減少在外吃餐廳或是叫外送的比例 這跟台灣恰恰相反 台灣面臨餐飲業缺工 中高級餐廳常常訂不到位置 導致有些餐廳關門大吉 因為請不到員工 那我們再回頭來看 用的商品降低了13.5% 因為用的不一定是個必需品 所以減少的幅度非常之高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帝都北京的數據啦 同樣買回家煮飯用的食品衰退是最少的 而外食餐廳衰退最大比例高達了7.4% 用的商品也是衰退來到最高的8.28% 如果連摩都上海、地都北京都出現了這樣的狀況 那你說靠租地為生的內陸省份又該如何呢? 現在的內陸省份並沒有像過去那樣有龐大的外資基數 以及中國的集團去租地造就當地的財政收入以及工作機會 而這裡就出現一個很好玩的現象 中國全國1到6月份的社會消費品的總數據是上漲的 但是中國最繁華的兩座城市北京跟上海是全面下跌的 所以哪一邊的數據有問題呢? 如果這兩邊的數據都是真實的就代表說 中國的農村地區它的消費力是非常高的對吧? 甚至平補掉了上海跟北京的消費逆差 而習近平又是一個好面子的人 他的很多政策導致他常常不小心做空自己的股市 而中國央行最近放低了利率卻沒有出現熱錢消費 沒有出現期望的民間上投資行為 更多的是中國印鈔投資自己的央企國企 在GDP上製造一種中國有非常多的消費投資跟成長喔! 而根據彭博社的報導 中國正打算採用屏蔽有關海外資金流動的市場訊息 在8月中旬左右停止每日全國股票至今流動的數據 而中共若不在政治上改動或是放權 那或許已經走入歷史上的垃圾時間了 大明大清建國兩百多年 垃圾時間怎麼說也花個四五十年走完吧? 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已經建國了七十五週年 而他又該花多久的時間走完這個垃圾時間呢?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需要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們189下次見啦 拜!